好的各位觀眾我們又來到了Olinx了 看到我的標題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要把我的CRF的最後一塊拼圖 把它拼上去 就是我要換上後面Olinx 然後前面Angelo Arni 很難把Angelo Arni 反正前後的避震器要把它完全的裝上去 快跟著我繼續看下去吧 來到了非常熟悉的Olinx泰山 之前的我的所有忍者10號 忍者400所有的車都是在這邊 然後我們之前針對Olinx的一些技巧技術的部分分析 也是在他這邊來分析的 那今天又來找他就是要改我的CRF 最後一塊拼圖各位觀眾 我直接把它已經放在旁邊了 這個是Olinx的後避震 然後有掛氣瓶的 然後這個就是很難面臨 Angelo Arni 前避震新組 坦白說我其實前面本來是訂Olinx的新組 但是因為很殘酷 就是Olinx他們出給CRF300 他只出了一般的彈簧 然後換油 然後上蓋而已 他並沒有給我們更進階的東西 因為在老外的眼中 他們就覺得CRF算是一個入門級的越野車 所以不需要用到這麼好的配備 那我是想要油煮你可以調整的 所以在市場上攤開來看 如果跟Olinx比較有血緣關係的話 就只有這個Angelo Arni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打開之後裡面彈簧 新的部分在裡面 三個組件 彈簧也套起來 Olinx的部分 Olinx的說明 然後泡棉 好 哇 哇香的來了 香的來了各位 然後他還是一個簽屏的版本 所以他這邊會簽一個屏子到旁邊 簽屏的版本 各位觀眾 好那我們就來施工吧 今天呢我們也特別找來了我們的電車好朋友 瑞爺的老闆 今天特別凹他來幫我施工 好啦 所以如果呢你們對於避震器 就你想要買這一組CIF避震器 你是高雄的民眾 你可以找瑞恩去訂 其實不一定要高雄對不對 都可以 也或者是可以找泰山Olinx這邊訂 那我把訂的連結放在下面 到時候我會再分享一篇 換完之後騎起來的感覺到底會是什麼樣 因為坦白說我現在原廠已經騎得很習慣了 我大概知道他的問題 跟他的極限到哪裡 其實整體而言 CRF是蠻好拆的啦 我自己上次拆這一塊真的是非常簡單 我記得那時候 我自己Bugerman啦 然後跟TMS 我覺得TMS非常好拆 然後Suzuki的Bugerman超級 超級難拆 好我前面已經下來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把前剎給 原廠前剎給落下來 然後照這樣看我們應該後面要等前面好 對不對 才有可能 動 要不然就直接弄後面 成功把前剎落下來了 好我來試試看喔 各位如果剛剛大英哥給我的時候我嚇到了 因為你看這一隻喔 這一隻我現在往下壓 他直接壓到底 他直接壓到底 因為呢 他的彈簧其實是單邊的 所以這一隻是沒有彈簧 他只負責組你嘛 對不對大英哥 他只負責組 好這一隻呢 就是彈簧的部分了 這隻就很明顯的很硬 但是坦白說他也沒有到很硬 對不對 就真的是 跟10R的比是沒辦法比 所以大英哥他這個鑫 其實他就不是單邊了對不對 他兩邊都有 他兩邊都有 所以他就不是那個結構 彈簧也有兩條 喔 他結構就不對 就不同了啦 那你覺得單邊跟雙邊有什麼差別 單邊的雙邊比較好 雙邊好還是 雙邊啦 單邊他為了要省成本 就等於省了一個彈簧 省了一個阻尼 省了一個阻尼 對 阻尼跟彈簧 最高階通常都是兩邊都有 對兩邊都有 為什麼我覺得他比冷室還要難拆 沒有 冷室大概 五百多 對啊 冷室下面幾顆兩顆四顆就沒了 下來了 因為他的彈簧卡到 車架的位置 好現在我們把多連桿 可以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 他就可以移動了 通常呢 大家外面有看到那個 買不同 改不同車架用的狗骨頭 就是這個 因為你改了這長度之後呢 他的多連桿連起來之後 就會讓他的車尾 避正器被頂起來的高度做改變 哇出來了 這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Olinx的比較短 原廠的似乎比較重 原廠的似乎比較重 原廠比較重 原廠比較重 對啊原廠比較重 因為原廠整隻都貼的 喔貼的 成本 好各位你看 這個彈簧差多少 Olinx的非常非常粗 然後原廠的就非常細 非常細 原廠的支架 各位看 他是鎖在引擎的旁邊 然後直接氣瓶也是掛在這邊 比較可惜的就是因為 拉力版本看不到 對不對 藏在裡面看不到 對車盒蓋住 對車盒蓋住 可以從前面看 如果想要炫耀的人 可能要拉一個扛 蘇達鉛筆 是鉛到引擎的兩側 引擎的側邊 然後所有的料耗都在這邊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進來的版本 是L版本的 程度少了一公分左右 但其實 以Olinx 就是你改上Olinx之後 你改上Olinx之後 因為他的預載量 還有彈簧的硬度 等等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的下乘量 整體的乘坐感覺 可能跟原本的原廠差不多 但是我剛問大英哥說 車尾可不可以翹一點 然後他就進到他的 橫濕階段之後 他跟我說 他要想辦法幫我把 這一支避震器 改成高的版本 賺到了 賺到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有高度上面想要調整的話 你買了Olinx這一組 你可以來到泰山Olinx 看你要修改的部分是哪些 然後再跟你收工錢跟料錢 大英哥這邊呢 非常多 因為之前我也都要忙 小江的比賽 跟小江一起比冷室 所以他這邊的冷室配件 非常非常的誇張 應該可以足以組出 他現在有兩台 然後可以再組出一台冷室 沒有問題 是不是大英哥料應該夠 覺得夠對不對 兩台半 兩台半 冷室廠車工廠 測量一下圓長的長度 你這邊有個測量架 你把它上上來測 這一支的等級跟冷室一樣對不對 對 同一個等級 同一個等級 但是他活塞比較大 人是36他是46活塞 46活塞 所以他是為了要跳台 就是有一些土路啊 電波的路 使用 氣瓶我們已經拆開來了 哇裡面就是完全就是一個洞 做的就是遊戲本 最近很多網路上不是有放那個圖片 氣瓶是死心的 裝飾級氣瓶 直解他的銅分 全新原廠的Olinx被打開了 這個是他的軸心 然後活塞 然後裡面的阻片 阻尼的阻片疊法不同 把這個黃片拆開來 為什麼我覺得他黃片是不是比較多 對 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他比冷室還多 還多 做的阻尼特性不一樣 因為這個像越野滑胎的啊 他們需要比較長的行程 所以他要 他要持續的壓力要更久 他控制每個位置 對 他持續的壓力要更久 所以他的滑門片會更多更強 他本體的行程有比冷室多非常多嗎 比冷室多很多 多很多他剛是8點多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是84點 冷室好像是60點 他60吧 所以多了大概 因為搖壁槓桿比 所以多了1%有了 他光本體的行程 就多了1%左右 每一種車種設定的 閥門片的排序是不一樣 也不一定是從大到小 中間還會有夾薄的小的 這感覺是大顆耶 對就是他我拿冷室的我都擺 嗯 這個是冷室的 哦 哇 這尺寸也差太多了吧 這個足足有大到快一倍耶 所以你看Olinx強就是強在這邊 他們不會用一個產品 然後去套用到 一個 對一個產品去套用到各個車種 他會完全針對那個車種 重新打造它裡面的配置 對啊 光是一個活山還有這種山孔的 對你看這個關背面看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他其實他的桶外面看起來是一樣 但他裡面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樣 你用的不同活山有的是高流速高流量 低流速低流量 看你的車子是屬於要用哪一種流速 所以說他會做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而不是說只有改變髮片的數量跟厚薄 連主活塞都有很多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是承受的力量 對 你要瞬間的衝擊速度 他會產生的阻力大小 不光只是靠這個閥門片來控制 活塞也是控制的其中一個能件 所以大排量會比較大 對 所以說他高流速的會用這一顆 所以你會看他的洞比較大 對 這個是比較低流速的洞比較小 他的洞也比較小 那冷式的就是這個 冷式的是這個 冷式的是這個高流速 輕檔車的跑車型 對 會用小顆的 這種是大部分用在雙槍避震比較多 雙槍避震 對 這種在單槍避震 現在我們要變到Rally版的設計 但是他裡面的黃片都不一樣 設定都不同 完全都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變的話 不是只是把他拉長 拉長而已 就沒事 好 我們現在把油灌進去 好的我們已經完成了 特製版的歐靈石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想要特製版的話 可以來找大英格 長度就變成Rally的長度 然後他裡面的阻尼 也照Olinx本身Rally的黃片 所設定的去排列 好我想大家的需求應該會跟我不一樣 因為我是改高變長 但是我想很多民眾應該會希望是低的 所以他們進的標準版其實是L版 你如果怕車子高的話 換上他們的版本 基本上就會比原廠大概再多一公分 低一公分左右 但因為Olinx本身比較硬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差不多的狀態 如果你想要再更低 你就可以來這邊特製好不好 他會幫你特調一個 比較適合你的高度 我不知道可以調多少 但是至少你要降低你可以來找他 好我們把原廠的油眼卸下來了 原廠是紅色的 秀瓦 秀瓦都是紅色的 秀瓦都是紅色的 他這一根是主尼的對不對 對他都是主尼 非常的單純耶 就簡簡單的一根棒子 因為我現在騎其實他會很明顯的 就是你煞車之後他兩段式的會彈 他會沉的在彈比較 拉不太住 所以這種如果只靠換油也沒有用 換東西 油溫升上來的油又變稀了 嗯 治標不治正 現在要把後B陣線裝上車了 因為各位天已經黑了 好帥喔 可惜我們要把它帶起來 帥在裡面 低調的帥 直接進清洗機 然後把上面的任何的鐵屑啊 生鏽啊 全部都洗乾淨 然後再來重新組裝 好我們先把它組起來了 因為它行程廠做動 它裡面會產生真空 所以B陣線就會越來越短 對 所以你偶爾要把前輪離地 前輪離 對 讓前輪是最長 然後把這鬆開 讓它裡面內外壓是一樣 這把它鎖起來 不然的話它被壓縮到 對它的位置越來越短 很難貼紙 這也太小了吧 我不要了 我要貼油離地 好現在我們要把油加進去 然後它的油面是100mm 專門抽油的 直接把100以上的都吸掉 好 哇 哇 太好了 接著呢我們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把我們的前叉給裝上車了 最後呢我們把前輪裝上去 然後鎖上扭力 基本上我們每一顆螺絲 都照原廠的扭力去鎖附 各位觀眾 你看前面可調 左右可調 阻尼、預載都可調 後面呢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L版本的 氣瓶是漏在外面 但是我們這個 拉力版本是氣瓶少在裡面 但是還好 它這個空間其實是調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調 上面的阻尼的話 其實可以 這邊可以摸一摸 還是摸得到 好 收工了 應該 需要花一些時間來調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知道 因為我 因為我等一下就直接去關山繞一下 真的假的 這麼 這麼熱血 好 接著是煮泥的部分 它好像沒有斷 它沒有斷 還是 全圓的 就沒有 幹 傻眼 所以就是四圈 然後你要轉四分之一 然後四分之三 對 所以要計算 對 所以一定要做記號 沒記號 沒辦法參考 幹這好土炮喔 而且有時候洞窗好在自己看 真的喔 卡不住啊 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心中是想要裝Olinx 但是 沒辦法 沒有那東西 沒有可以調主尼 然後又是Olinx4 CRF300 所以我們必須做個記號 之後調的時候會比較知道它的位置 好奇妙沒有段數很怪 對不對 怎麼會有 這樣設計 好的各位 進到最後的階段 然後我剛才去稍微去試了一下 我先不講 我們下次去觀山 我拍完整的 再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我還沒有好好把它調好 調好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最後的階段 就是要貼上Olinx的貼紙 大功告成貼紙也貼完了 好以上呢 就是我針對今天的改上前後Olinx 嚴格說起來後面Olinx 然後前面是Androani的前岔心 之後呢我會再來針對這台車 在山路上面騎起來 怎麼樣的感覺 再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對Olinx的後避症 然後還有我前面的Androani 有興趣的話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來找 北部的話 可以找Olinx泰山的大英哥 南部的話可以找瑞恩摩托 這兩個部分可以叫貨 如果有興趣 大家都可以去連結下面購買 好接鎖電話配信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